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4号下午2点10分 我们快速的去分析这两只股 AAX和这个CAPITAL A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AAX 它已经是连续跌了 早上的时候是1.78 已经往下掉 股价已经是连续跌了筹码阻力线 蓝色线跟紫色线 它现在的支撑 肯定就是我画的这条线1.66 跟底这边有这个200点均线 跟这个60点均线都是ok的 可以看到呢 它股价自从连续跌了这个1.90之后呢 就一直往下 如果你有跟这个筹码阻力线的话 你肯定是来得及 它掉下来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个套楼盘 支撑是1.66 现在就要看下它这个1.66 可以不以不可以直接回程弹上去 大家认为呢 只要它的股价没有站上去这些筹码阻力线 基本上都是可以不要去看它的 现在就看一下它 这个紫色线跟蓝色线 会不会也是随着指股价往下移 然后股价上去所有的筹码阻力线啊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问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边1.66 还有这个1.50 这个位置呢 都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应该是不会跌破的 尤其是不会跌破这个200年均线1.53 如果有意思的话 去做反弹的话 可以留息下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AAX 看看另外一支 CAPITAL A 非常类似 它现在的价钱是0.86 这个更惨 它已经是跌破了所有的筹码阻力线 现在支撑在里呢 支撑肯定就是这个筹码工的POC 也就是0.845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但是如果它连这个0.845 也跌破的话 这个套牢盘呢 这个支撑 这个本来的支撑呢 就会变成套牢盘 那时候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视 一路往下掉 下个支撑就是200年均线 0.700 所以这个时候 不可以去接到的 你可以看到成交量是蛮大的 现在就等 等到它有这个止跌回生的讯号的时候 再考虑 就看一看它有没有机会在POC 0.84弹上去 一定要清湿啊就弹上去啊 如果再破的话 就看这个0.78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留言区打上1 给我知道 如果你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YouTube会员 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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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免费交入双键 WhatsApp VIP Group小组吗 点击双键装署连结 注册 开辅并入金 前12个月完全免费 才个外赠送 3个月双键独家指标 我们将分享投资组合 和前人股 教你如何提前部署 买在起上点 卖在高点 更有基本面 与技术分析结合的双键 合辟技巧 助理精准掌握市场机会 马上点击连接 加入吧